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兴起街头的时候 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饱饭 你说我该加入到哪儿 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加入国民党 还真让你说对了 我到现在还没加入国民党呢 你是国民党中将 你既然没有加入国民党 奇怪吗 戴笠知道吗 在你们共产党眼里 那可是 头号的特务头子 可是他到死 都没有加入国民党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明白了吧 中国的革命 中国的革命 千头万绪 百折千转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今天的敌人 明天的同志 复杂着呢 你才知道多少啊 让我来告诉你 你们的毛泽东 还有周文来 还有董碧武 还有林伯曲等等等 当年 他们都曾经加入过国民党 不懂吧 搞清楚再跟我做话 你这个反动派 我不准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不断你大毛鼠一大药 别断了 兄弟 兄弟啊 我听说有人上吊了是不是 幸亏发现了及时 还没出大事 喝水政委 这说明 我们的工作上 还是有很多漏洞啊 是啊 这两天河边过来的战犯 会陆续到达 情况会有一点乱 不过 这不是主要问题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是我们官兵思想认识的水平 还没有到位 即需要思想教育 不过政委 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是啊 这次任务来得及 一切都没有准备 官兵的思想教育 也没来得及展开 杨局长打电话通知 说周总理 亲自过问战犯工作的进展 罗部长让我们 尽快到部里一趟 汇报情况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 那得准备一下 这样 干部战时这块的情况 我来汇报 战犯这一块呢 你来汇报 怎么样 你这个安排太好了 行 就按你的安排做 赵州 瞧来什么人秀 遇事难干 什么人流 什么人 骑与桥上走 什么人回车 压了一趟都换一家黑 赵州 瞧来路搬秀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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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效果不错 我们这是在改造战犯吗 当然是在改造他们了 要不然是什么 我们这是在伺候老佛爷 没那么严重吧 还没到那程度 我不舒服 而且很不舒服所长 我们一路穿过枪林弹雨 九死一生 到这里还不是为了给他们服务的 走 又何 我们现在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 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服务 我们是在改造他们 打不得骂不得 这叫改造吗 我怎么一点没觉得 你小点手 我们已经在武力上战胜他们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是在思想上再战胜他们 走 你这是何苦啊 问什么你就说什么 堵什么气 我算是没指望了 怎么了 心里乱得很 碰到什么事了 碰见鬼了 老了 见报应了 到底怎么了 不说了不说了 活一天算一天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要五 你这斤 好啊 好 谢谢 吕阳国 你也进去 廖小香 王所公 你也来了 老兄 你也来了 蔡兄 你也在这里啊 王所公 我也来了 周震强 康泽 康泽 你们都在这里啊 我们比你早到几天 我的娘啊 这要是在南京国防部开会 也很难碰到你们几个啊 别说是国防部开会了 就是当年胜利大检阅 也没有现在功德林的将军多啊 说得是 说得是啊 我算是看透了 国民党的军队 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的军队 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的军队 我们都在这里 到底是啥 还是放 知道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 有没有什么消息呢 共产党 把我们这么多高官将军 关在这里 关在一起 一定要目的 不是说了 为了方便学习改造吗 那你要相信啊 反正我不信 我也不信 那都是他们的宣传 不要相信那一套 晓得吗 共产党我最了解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那一套 我们还是得看一看 我什么好看的 我们还是得看一看 我绝对不相信他们的 我说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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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蔡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既来之 则安之 我能问一下吗 你们等一下去哪家医院 公安医院 公安医院 是啊 所想说了 是周恩来总理说的 还是像以前一样 方方面面 都考虑得那么周到啊 你认识周恩来总理 二十多年前 我就认识他们 那时候 我还在黄埔军校上学 周恩来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担任黄埔军校 政治部副主任 经常给我们宣传 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里面 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陈宣传 江仙云 徐向前 陈庚 还有 你还认识陈庚 岂只是认识啊 你问问杜于明 我老是爸叫的 我们来往不多 所长 刘安国他造谣 他说毛主席跟周总理 参加过国民党 可还真就没造谣 所长 你怎么也这么说 毛主席加入国民党 这怎么可能呢 那是国共合作时期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 所有在国民政府当中的共产党 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还有这样的事 坐吧 这刘安国呀 我看了他的资料 是一九二六年入的党 他入的哪个党 当然是我党了 他资格还挺老的 他参加过南城起义 三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 我党党史上的事 他知道得比我们清楚 你跟他说这个 肯定是要吃亏的 我明白了 他给我下套 要是我呀 我就不跟他争 但是所长 这刘安国太嚣张了 简单 一己之长 客敌之短 他不是不配合你 去核对这些资料吗 你就让他等着呀 你先去核对别人的资料 让他等到最后 就现在操场那西北风 你不把他吹个半死 对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起来 和这帮国民党军人打交道 要动脑心 既要斗勇 更要斗智 知道了 这帮国民党军人打交道 您说 我同意 那就这样 两东方同医院打来电话 医生要把都与明留下 住院治疗 住院治疗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 今天过来的这批人 之后几天 要陆续地 把他们全部送到医院去做体检 先送那些有伤病的 及需要治疗的 身体不好的 你做个名单出来 尽量详细 知道了 打起点精神头 回头呢 你再到医院跑一趟 饮食起居方面 日常生活方面 是不是需要我们配合 是 备服场那边 你有没有熟悉的人 有啊 华北军区备服场 我是认识不少人 怎么了 部里啊 关于衣服的事已经批准了 而且说了 一次性全部到位 也不需要零零碎碎了 你问问备服场 需要多少钱 这当战俘倒成了好事了是吧 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 从来没想过这服 我去年一整年 才发了这一身军装 咱们进茶系的部队 不都这样吗 都是不丁搭不丁 我觉得呀 也挺好看的 我来看看喽 我来看看灯笼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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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怎么样 功德林开张之后 问题不少吧 是 我们的确碰到了很多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经验 一切的事情 都要从头开始摸索 改造战犯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 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这方面你们没有经验 我也没经验 首长 现在功德林的情况 确实是有点乱 我们应该检讨 既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 出些乱子也是正常的 我们要认真地认识到 党中央毛主席 在战犯改造工作 这方面的战略性思考 一切与之相违背的思想 都是应该受到批评的 开始的时候出些乱子 也是正常的 但是 我们要认真谨慎地去工作 争取少出问题 少犯错误 明白 最近 杜玉明听说他身体不太好 是这样的 杜玉明被抚之前 身体上就已经有很多疾病 被我们服了以后呢 还自杀两次 现在行动不便 正在公安医院留院治疗 王耀武呢 王耀武的情况比较正常 身体上没什么问题 还有在态度上也很端正 能够主动地配合我们工作 那个王灵机好像身体也不太好 他应该是这批战犯中年纪比较大的吧 他是年纪最大的 也是被俘将领当中均衔最高的 他现在的身体还可以 就是自理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对这些年老体弱的战犯 在生活和劳动上 给予一些适当的照顾 也是可以的 你们可以在实际工作当中 适当地把握一下 是 那么他们现在 都关心些什么问题呢 他们最关心的 就是生死问题 很多人都猜测 我们把他们集中到北京 是要对他们进行审判 还有惩罚 他们这是以国民党的小人之心 夺共产党的君子之父 不过 这些战犯正处在人生的重大转折时期 这段时间在思想上有些波动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说明 身体上的恢复 精神上的恢复 以及在思想的改造过程当中 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 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要做好 足够的思想准备才行 我们也看出来了 照这个情况下去 看来是要打一场持久战了 毛主席在战犯的问题上 有个宏观上的思考 主席认为 战犯问题 绝不仅仅是战争遗留的问题 它深刻地反映出了强烈的时代意义 和现实意义 它代表着胜利者的气魄 新生政权的自信 和共产党人的胸怀 所以 对于战犯改造这项工作 它绝不仅仅是如何勘押 如何管理 如何审判 而更多的是 我们要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改造 让他们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 要敢于重新做人 融入社会 对社会去发挥余热 明白吗 明白了 首长 我们一定 会对全体干部战士 进行思想教育 让他们能够充分地 认识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伟大战略意图 嗯 盈光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们革命人 不怕困难 国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这个政党 和这个年轻的政权 才拥有的胸怀和理想 所以 你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要超越简单的人道主义概念 去从信仰的高度 去看待战犯改造这个工作 要把它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人民解放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延续 过去 我们在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的战场上 战胜了蒋介石集团 那么现在 在思想改造这个领域中 我们也一定会战胜对手 请首长放心 我们既然已经开始这个工作 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看车 看车 走水路 大口 来 高屏哥 给我来一桶 好嘞 来 高屏哥 你先拿回去 给你片 好 我先进去了 好嘞 英姨 我把水给您打回来了 好 好 高屏啊 那个 上 上次您说老大调回北京工作了 大家说回家 应该快了吧 他们单位啊 就在得日门外 可能是刚刚建立人手不够 实在太忙了 回不来 连想儿子了吧 不想 想 没关系 这两天啊 有空我去找他一趟 不 不 别打扰他工作 没事 这事啊 包我身上 我先把桶给二狗送回去 好 来 喂 教导大队人来了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快 快上来 结合 胡大叔 小心 胡大叔 李生 周围 好 周围来了 周围 怎么样 好 大家伙儿都怎么样 好 路上怎么样 顺利吗 顺利 一路上军区安排了尸肚 我们这身强马壮的 一般小毛贼不敢惹我 对了 上去说了 我们押送完饭日之后 就留在这儿了 不走了 好 也算是 咱们建成了啊 这个就是那个大牢啊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牢呢 什么大牢 现在这儿啊 叫管理所 功德林药犯管理所 不许叫错了 叫错了 是政治错误 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来 这是贺春年贺政委 这是胡大叔 郑北红 辛苦了啊 你好 你好 这位是马玉和马副所长 这是胡大叔 你好 你好 这白衣天使就不用我给你介绍了吧 小狼狐是吗 你副所长的任命已经下来了 这么快啊 到时候请我们吃饭啊 好 汇报一下沾饭的情况 有一个沾饭身体不太好 可能要抬下来 马副所长 到 您安排一下沾饭的医疆 是 呃 我去看看医务室的人 好 准备医疆 还 还有件事 呃 有个情况 半岛上 孙红英死了 死了 啊 宋英的时候挺好的 也给他打针了 第二天早上你起来吧 没气了 一毛 冰凉 这事不能怪我吧 战犯半路的死亡 你是有责任的 政委 孙红英已经抽了十几年的打烟了 在警刑的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 这是属于自然死亡 是啊 那你要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好想上机汇报 行 我行 这是到哪儿了这是 鬼门关 是 不会吧 杀个头不至于到北京来杀吧 你不懂吗 像我们这样的人 只有到了北京 才能够三趟会神 开刀问产 撤了门 你们跟我走 等我下手 快点 派好队 都跟我来 快点快点 你 是那点 还有你 跟我来 快走 派好队 快走 快 走 快走 你去那边 快 快 快点 快 快点跟我走 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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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向远 你去那边 拿好你的东西 去那边登警 走 快点 不许乱看 来 名 下面核对你的身份 请报告你的姓名 下一个 姓名 请报告你的姓名 问他 他知道了 你给我老实点 不准事你不痛快是不是 你们还真是舍属一窝啊 连臭毛病都一样 不配合是吧 去 那儿这样去 打着吧 站过去 年龄 听见没有 过去吧 快去那边 下一个 我去走 下一个 怎么样 快点 年龄呢 你下面核对你的身份 请报告你的姓名 吴玉山 这边里面还要 叶丽萨 你干什么呢 赶紧下车 来 东西我都过来啊 说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 你赶紧给我下车 现在 这是什么地方 说清楚了 带我来干什么 你先下车 下车再说 你下不下车 什么情况 这家伙啥赖的 不肯下车 非要我们说清楚 叶丽萨 这是北京龚德林药犯管理所 不是万人坑 也不是刑场 不会杀你的 你别害怕呀 好 就你这级别 你也决定不了我生死 你下不下车 叶丽萨你不下车是吧 乘我今天 一半长 到 把车上的被子全都拿下来 是 安排几个站着 我这棚子都收拾了 北京这么冷的天啊 人在外面站一会儿 就冻死了 好 知道了 来 把棚子都现下 叶丽萨你不是不下车吗 弄死你 待着吧 解放军军在战斧 我刻意 解放军军在战斧 我刻意 解放军军在战斧 我刻意 我刻意 你们继续 下一个 正名 半口 来 这边走啊 往下吧 往这边 往这边 再下一个 正名 往这边 不要 来 往这边 来 往这边 叶丽萨 下名 你怎么下来了 不在车上待着了 马上 听到 拿好 别管你们听到啊 下来个 见面 等一下 来这边 往这边走 快 陈卫昌 是你呀 这么快又在这里见面了 这是北京宫德林药范管理组 我现在是这儿的所长 那 祝贺你 这应该是一个 走啊 很重要的职务 维尚 还好醉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好不了了 就看 什么时候 去见阎王了 别太悲观 到了北京 医疗条件会好很多 明天就送你去医院体检 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一火够了 就不要费心了 所长 他有点发烧 得赶紧去医务室 给他量个体温 赶快 走吧 来 快走啊 喂 你们俩 这件 黄韦 你这件 整个人 我记得难得 我好 来 你啊 不许多 你 这 什么 我想 我 你不能 许多 你 你 我 你们早就进来了 黄司令 黄司令 真了不得呀 看来 党国的干城们 基本上都已经到齐了 早进来晚进来 早晚都要进来 共产党什么时候杀我们哪 这可不太清楚啊 或许 或许不会杀我们吧 不杀我们 共产党花了这么大力气 把我们集中在这儿 不杀我们 我们长得好看哪 我跟你说 杜卫明到的头一天 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了 还请了协和医院的大夫 对吧 是啊 是啊 前几天哪 郑亭级回来取东西 说公安医院那边 安排了专门的病房 护士 医生 仪式同仁 毫无成见哪 还有啊 要论这个战争罪啊 杜卫明的战争罪 不比我们轻啊 咱就不说前几年 就说近几年吧 他在昆明 东北 还有徐邦 这个 他得罪共产党的那些坏事 何止十件八件 共产党对他 尚且都能够宽容 还把他送到医院去看病 先养猪 再杀猪 你不懂吗 不见得 不见得 老王 你先歇着 我去给你打点水 好吧 这里边是毛色啊 过来 我跟 controll他们 现在表扮了 我和描定你 有金子 又是为啤 przede 徐高平 又在这儿抽闲卖 怎么样 有车了 这车够新的 那是 还是敞篷的 车比人好 怎么说话呢 我长得还不如踏实吗 哪弄的 这是我们社长的座驾 我前几天报道战犯那几篇文章 不是写得不错吗 社长奖励我 随便开 你会开车吗 瞧不起人是吧 我跟你说啊 我在我们电台楼下开了三圈 就上你这儿来了 没撞人啊 我不会开车 别人还不会躲着我呀 你小子满脑子都是歪理 别闹别闹别闹 你给我开两圈能怎么交啊 别别别 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开两圈 给我开两圈 这是我们社长的 徐高平 您过一过 你给我开两圈 这只够开了我赔不起 把钥匙给我 解我开两圈 你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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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这家里事 快点 家里什么事 你说你回来多长时间了 也不回家看看 你妈可跟我说你好几次了 我也想我妈呀 可这边一堆事我走不开啊 那也得抽空回家看看呢 咱大院的男女老少 可都盼着你回去呢 行 我找时间回忆他 你就开这车 送我回去 没问题啊 来客人了 来 柯正伟 我给你介绍 柯正伟 柯正伟 徐高平 在这儿又碰到你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们俩认识啊 当然 现在我们在淮海战役上 在一个战壕里面啃过窝头呢 您还记着呢 那当然 你现在是名声在外了呀 不敢当 不敢当 就是写了几篇啊 不起眼的小文章 不对 抓捕杜宇明的消息 我看了 精彩 您过奖了 我跟您啊 没法比 他太忙了 你们这儿最近忙什么呢 这两天 庸德林这儿刚刚开诊工作 失去很多 很多问题啊 必须马上解决 什么问题啊 气焰嚣张的问题 哦 这个问题啊 绝对存在 您就拿那黄维来说吧 他就是典型 上次的事还心有一计吧 去 黄维现在一天就念他 说要拉开架势 重新再打一次 重新再打 输的肯定还是他们 这政治上也不服气啊 非要说现在的结局 只不过就是一个成王败寇 徐高平 像他们这样的人 龚德林现在有一大批 坚持反动力场 而且越来越来劲 哦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我们要在气势上压倒他们 对 现在是我们的天下 然后呢 要在思想上再战胜他们 对 这才是关键 思想上的战役啊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那方法呢 方法 我不告诉你 你跟我说说 上次啊 我跟他聊天碰一鼻子灰 谈话 聊天 辩论 说服 你这跟我也没什么区别啊 不过 你比我有办法啊 这样 下次啊 你再找人谈话 你叫上我 我跟你学一学去 那你得问政委啊 政委啊 您看 我好歹也是富团级待遇 政治上可靠 级别也对等 您看 下次他去跟人谈话 我就坐他后边 绝对不打扰他 一句话也不说 您看 行吗 这样 大家都是同志 高平不是外人 应该没什么问题 带着他 给政委面子 请这位吃饭 行 没问题 政委 所长 政委 所长 开饭时间啊 可能要推迟了 为什么推迟 昨天原来那批煤啊 烧不着 这刚刚才晃了新的 要推迟多长时间 大概一小时吧 通知战航分队 好 走空 放下 放下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以后啊 可不能这样 上什么山 就唱什么山歌 进什么庙 就拜什么佛 明白吗 左宫 你给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山东战区 你把最好的一个部队交给了我 让我全都丢了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过去的功名利禄 恩怨清仇 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都完了 左宫 你 你不要这样叫我 你不要这样叫我 我跟你说啊 在这里 我们要相互成性命 我们两个现在啊 我也不是什么长官 你也不是什么部署 我们的身份 都是一二的 我不管 你 左宫 来武战役 李长官不听你的劝说 一味服从陈城 才酿成今天的大败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李三啊 我们都进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说 你又何必 跟共产党一争长短呢 我不服我左宫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你不服气有什么用呢 你咽不下这口气又有什么用呢 胜者为王败者高啊 济南破城之前啊 我曾经 告诉过司令部的同仁 我说这是内战 不是抗日 要是实在不行了 那就不用抵抗了 也不能轻声 也不能胡思乱想想别的 左宫啊 国军失败 不是我们的错呀 那是老头子在军事上重用了奴才 庸才蠢才 华东战场 如果全交由您指挥 至于现在一败涂地吗 那可不见得 不见得 好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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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宫 我觉得就像做了一场梦啊 梦醒之前 咱们手上还有数百万大军 这一梦醒来 什么都没了 干干净净的 我一直也在琢磨 我也想不通啊 用共产党的说法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 首先就是政治上的失败 那是共产党的宣传 政治归政治 军事归军事 政治就是军事 军事就是政治 老弟啊 你还年轻啊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了 尤其是我们的上司 咱们说老百姓 为什么会拥护共产党呢 为什么不拥护国民党呢 我 嗯 古人养 得到得住 实到寡住 哎呀 做工啊 都是工天大的宣传 我要我 来了 来了 走吧 走吧 做工 哎呀 你给我放下 嗯 快点 快点 走走走 我饿呀 哎 都过点了 怎么还不开饭呢 还不开饭 我可是要饿死了 不用杀头了 把我饿死犯了 全体注意了 推迟开饭一脚尸 推迟开饭 为什么 是啊 为什么推迟开饭 你想饿死我们吗 饭都不给吃了 这就是你们说的优待吗 你喊什么 喊什么 你喊什么 饿死我们得了 你们不是优待俘虏吗 怎么不优待了 你胡说什么 不开饭拉倒 反正老子也不想活了 看错 把我捡起来 没关系 我来说 咱们 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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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感谢观看